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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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家长大多以捕鱼和农业为生 由于学校地处边垂 环境封闭 学生缺乏竞争力 造成就学人口严重外流 有能力的家长都把孩子转走了 今年万里国中的毕业生 只有68个人 觉得他们自己做不来吧 他们早就定位为自己是这样 他们很安分的闷命的 他们大概就认为说 我自己如果要念书的话 可能就是私利的料 他可能可以听得懂说 就像我跟他们讲的 不要让国中毕业证书成为你最后一张毕业证书 他们这句话听得懂 他们知道自己要升学 但是目前的局势看起来 进学校不困难 私立学校的话不困难 所以他们不会有压力 缺乏竞争力以及自信心不足 让万里国中的升学率一直很低 去年全校只有八位同学考取公立高中 因此一升上九年级 大多数学生都选择读技艺班 不但可以学习一技之长 还能减免学杂费 练书不是万里国中孩子的强项 但是上了球场 他们各个充满了活力 因为运动是他们最擅长的项目 先对练 然后大概五分钟之后 我们再练三脚 你就找好你的队友 先在这边做对角的团队 他在哪里 恩池 恩池我看 恩池你会延续好了 老恩池断掉了 好 手会断掉了 不会啦 OK 来 大家跟我 你先 你先走 顶着烈日太阳 吴恩慈和同学 可以连续打上几个小时的球 都不会觉得累 都不会觉得累 我觉得我们孩子的优势 就是要一个天真自然 体能很好 然后也很敢冒险 这些是我们孩子的一些特点 那我觉得如果这些孩子 这些是我们孩子的优势的话 我如果很强化他这个优势 他理论上 应该优势智慧 就会带动其他的弱势的地方 为了挽救孩子们的自信 学校积极发展各类竞赛运动 个性内向的吴恩慈 加入躲避球校队 跟着校队南征北讨 比赛打开了他的视野 为他带来了不少友谊 同时也替学校赢得了 连续四年的冠军荣耀 就参加球队有没有让你改变 不知道我只知道可以发泄啦 可以发泄一些情趣 现在球队有没有在发泄情趣 还好啦可以 可以很快乐地打球喔 恩慈家里的墙上挂着满满的奖牌 这些不只是对恩慈球技的肯定 也带给他从未有过的自信 因为校队是同学们心目中的偶像 也因为校队的好成绩 让恩慈更想在课业上面努力 你是不是很适当的 心灵意 没有 你是不是很适当的 不 Want to jump 不要 不要 要想到那些没有 用的OK好吗 我手拿OK好吗 我手拿来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好 也可以 上车 我手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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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驚險的場面啊 這裡不是主題樂園哦 而是體能探索營地 今天 望里國中九年級的學生 走出教室 進行探索教育課程 孩子們的臉上 多了自信的笑容 不等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的身體 去保護它的重量 但是前提是 你要先收繩 對不對 所以待會我會知道 你怎麼收繩 進行體能探索之前 教練請恩慈 示範安全確保動作 並讓大家先暖身一般 恩慈認真的一一進行 不過啊 真正上場的時候 他還是瞎哭了 他這個工作室拿著伸直叫 我不要 伸直加油 這項目是往上爬 然後走 你們走第一條就好了 對啊 走第一條 就是往上爬 走一條後兩條 你自己決定 好 好 抓了什麼就幹嘛 你幹嘛哭啦 我哭啊 不要怕 加油加油加油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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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先走了 不要注意他 嗯 高空繩索 是體能探索的重頭戲 恩慈必須克服心理障礙 爬上八公尺的高空 靠著地面同學的繩索確保 慢慢前進 看到這麼高的距離 你以為恩慈下的直發抖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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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你的定位是什麼 誒 你幹嘛 死掉我 其實他還是很痛苦好 很想死啊 很想趕快下來 因為不想在上面待太久 我很恐怖 而且還會一直拉那個繩子 然後那個腳會一直晃動 因為以前沒有站在那麼高的地方 然後也沒有隔空下面這樣 對 然後只是往下看這樣 還蠻妙的 對